第671集 点燃我胸中的朝阳 天与地越来越近,被洞宁的天空里有着无数朵美丽而且巨大的雪花,而且每朵都不一样,有着极其复杂又规则的美感,无数道见光把那些雪花照得非常亮,仿佛就在眼前,事实上就在眼前。 天空离崖边只有数尺距离,过不了多久便会落下,那台机器人已经无法坐直,不然上半身便会被切掉,只得向后靠去,用机械臂抵着地面做支撑,就像一个人摊在沙发上看电视。 在如此危险的时刻,这样的姿态在蓝伞里自然有种大无畏的气概,很是帅气。 机器人里传来了沈云霾真情实感的感慨。 我好潇洒呀。 没有人理会沈云霾的自恋,他有些无趣地叹了口气,继续抬头望天,隔着极近的距离,看着天空平面里的那些雪花。 他下意识里想伸手摸摸,然后才想起来自己没有手。 如果他知道在星球那边的云狮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情,不知道会不会生出很多嫉妒。 可能是因为天空太低的原因,远方那颗遥远而虚假的太阳也落到了下方,离地面非常近,自然变成了落日。 目光照耀着山崖,仙人们正在死去,真正有了些诸神黄昏的意思。 当然没有人愿意就这样死了,尤其是能活很多年的仙人在画面绝境的时候,会比普通人更加冷静,也更加坚定。 曾菊等仙人按照沈云埋事先的安排,盘膝坐在各自的位置,早已调息至巅峰状态,随时可以发出最强的攻击。 苏子叶与袁曲不引人注意地坐在香案后面,借着尘涯的残缺,遮蔽着别人的视线,悄悄用神识进行着交流。 就这么一块石头,挡不住我们两个人。 抓着他的头,盗举会不会扩大一些面积? 你猪头啊! 那怎么办? 要不然到时候我举着他,你蹲在我下面。 我凭什么要受你胯下之弱? 我是沈莫峰狄传弟子,你只是旁门左道。 好! 不用提前生气,如果这座阵法像沈云霾吹的那样厉害,说不定真能挡着。 你也知道他是在吹。 什么几种星之力横扫宇宙,我看他就是个扫帚星。 扫帚星是什么? 战舰上课的时候你又走神了,那是远古文明的一种说法,就是会星,代表凶兆。 不要迷信,哪里是迷信,如果不是他和童颜把我们从朝天大陆骗到这里来,我们会遇到这些事吗? 苏子叶与袁曲等人,离开朝天大陆确实是因为童颜的那封信。 赵腊月与柳十岁则是自己选择的飞升。 他们来火星的时候,沈云霾已经完成了阵法布置,所以没有参与布阵,继续在崖边陪着景久。 六十岁把所有的法宝都拿了出来,不二剑,明皇之喜,万魂藩,管成笔,龙尾燕,大神鞭,万界镜。 有些法宝在他前面两次战斗里用过,有些则一直留着没用,这时候全部被他整齐地排在身前的地面上。 看着这幕画面,感受着那些法宝上的威能,曾菊以及神打仙尸等人,再次震撼无语。 朝天大陆最厉害的法宝只怕有一大半都在这里,这家伙飞升的时候真的把修行界的家底给掏空了吗? 震撼之余,众人忽然多出了很多信心。 这座太阳戏剑阵再如何厉害,这么多法宝,就算不停地砸,也能撑一段时间吧。 你这是在摆地摊啊,要不要卖我几件? 所谓卖他几件自然是借他几件实实的意思。 他现在没有身体,用神识控制着法宝便是唯一的作战手段。 那些法宝他看着有些眼馋,六十岁看了赵拉月一眼。 不卖。 赵拉月不再离沈云霾,闭目继续养剑,初子剑在他的头顶缓缓旋转着。 这一剑他已经数百年没有用过,上次用的时候还是杀骆怀难,难免有些不顺手,更准确地说是不顺意。 在即将到来的劫难里,哪怕是最细微的一丝不顺意,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确定养剑来不及之后,他毫不犹豫摘下初子剑,右手握在剑柄,左手握着剑身,直接拉到了剑尾。 就像当初在白城小庙里,井九位曹元的残忍开封一样。 鲜血从他的掌心溢出,涂满了整个初子剑的剑身,嗡的一声开始燃烧。 火焰消失后,初子剑变得通体血红,添了一抹凌冽至己的沙液。 这幕画面就像是柳十岁地摊上的法宝一样,吸引了很多人的视线,井九都看了他一眼。 阿大蹲在他的膝头,看着赵拉月手里的剑,心想这是要重新做一把福丝剑,还是血战到底的意思。 忽然他感觉到井九的身体动了一下,震惊地抬头望去,井九在抬头望天,血迹也在望着天空。 赵拉月与柳十岁望向了井九,所有人都望向了井九,很明显,他在天空里看到了些什么,除了他与血迹,别人都无法看到。 沈云霾兴奋的声音忽然响彻牙尖。 沈云霾兴奋,是这个名字吗?好名字! 听到他的话,众仙人精神一振,心想难道等待多时的信息真的到来了? 沈云霾大笑着继续说道。 哈哈哈哈,姓彭呢,我比你先看的的,我比你强! 井九这个骗子! 彭狼觉得自己很无辜,心想我又没想和你比,而且我现在的任务是看着岳母,哪有闲心看天? 沈云霾的笑声忽然消失,声音里带着一丝疑惑与不安。 好像还不够好。 够了。 卓如碎播放到太阳系空间里的那些数据确实有所缺失,但对雪姬来说足够了。 雪姬与她等的便是这座剑阵落下,他们看着天空是在等卓如碎的消息,也是在观察这座剑阵的变化。 隐藏再生的规律都容易在变化的过程里显现出来,比如苹果从枝头落下。 雪姬与她通过观察变阵,已经掌握了很多太阳系见阵的规律,这时候再加上卓如碎提供的数据便能做出阵眼的位置。 至于怎样计算,当然是童颜等人在崖壁上写的那篇文章。 能不能通过数据直接算到祖星的位置? 不能。 卓如碎在祖星发出的信息是由阵输入阵眼在被太阳放大散播到剑阵里的每一处,最后被她与雪姬看到这些信息里有阵眼与太阳的相互关系,却没有祖星的空间坐标。 事实上,卓如碎根本不知道祖星的空间坐标,这便是身在此山中的麻烦。 经久与雀娘简短的两句对话间,已经有很多事情发生。 韩蝉用尽全力扇动翅膀,一秒钟便扇了几万次,那些无形的蚊子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崖壁上不停地排列组合,最终算出了结果。 有十几只蚊子无法承受这种强度,就此死去,变成能够看到的小黑点向着崖下飘落。 雪姬亲手把寒蝉摘了下来,放在了阿大的身上,这是何其郑重的承诺。 阿大眼睛缩小成立,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更觉得好不吉利,这是脱钩还是干嘛。 所有人都知道雪姬要走了,牙间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曾菊与倪仙人等几位向他郑重行礼,赵腊月等人也低头致意。 彭郎没有低头,因为他要跟着雪姬离开。 雪姬先看了赵腊月一眼,然后他看了景九一眼。 景九看了柳十岁一眼,六十岁明白了他的意思。 把手伸向身前的地摊,嗡的一声,雪姬从崖边消失。 天空的那边出现一道白线,线的前端伸向极远处的宇宙里,根本不知是何处。 树道剑翼自衣衫里飘出,彭郎欲见而起,却发现自己没有离开,只是身体摇晃了两下。 他低头看着压在自己脚背上的龙尾燕,自然知道柳十岁所为,不由叹了口气,坐了下来。 当他坐下的时候,赵腊月却站了起来,走到了那块透明的冰块前,正在徒劳追逐雪姬身影的那些视线都收了回来,落在了他的身上。 曾菊有些不安,腊月真人,你。 不待他把话说完,赵腊月握着初子剑,便向透明冰块斩了下去。 擦得一声清响,透明冰块整齐地分成了两块,倒在了牙齿间,露出了花溪的身影。 众人很吃惊,心想你既然不是要杀他,那把冰块展开做什么? 更令人吃惊的是,那块透明的冰块是雪姬的手段,无比坚固,怎么如此轻易地被破呢? 赵腊月落箭后才确认,那个透明冰块与青山监狱里曾经的千里冰封镇,一脉同源。 当年景久就是用这座镇把雪姬囚禁在那个房间里,谁能想到雪姬竟是借此机会掌握了这种镇法。 她回首望向宇宙里那道正在被剑意所斩散的白线,心里生出更多的信心,雪姬肯定能够破掉阵眼。 说来也是有趣,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看到你,但看到你的背影,便能猜到你在想什么。 花西拍掉衣服上的雪霜,从牙齿间走了过来,挥着小手与曾菊等人打了个招呼,站到了赵腊月的身边,随着她的视线移到望向宇宙。 你觉得她真的能找到真眼? 赵腊月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挥了挥手,树道剑意从她的指尖飘离,钻进了花西的耳朵里,迅速消失不见。 花西脸色苍白。 你想做什么? 不要动,不要说话。 那树道剑意钻进花西的耳朵进入她的大脑里,此刻那些剑意很安静,可如果花西想要做什么事情,那些剑意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她的大脑绞成碎末。 就算青山祖师忽然出现在这里也无法救她,这种威胁方式直接快速而且极为冷酷。 看到这幕画面的仙人们,表情威易。 赵腊月没有再说什么,花西在牙齿间坐下,小脸没有任何表情。 雪姬离开之前看了赵腊月一眼,就是交代她做这件事情。 哪怕现在花西看着是一个普通的小姑娘,依然是雪姬最警惕和忌惮的对象。 她必须保证自己离开后,花西依然被完美地控制。 选择赵腊月的理由很简单, 环顾牙间只有她最敢杀人。 从剑意入脑这个手段来看,雪姬的选择没有错, 赵腊月比她想象的还要冷酷。 花西的表情忽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天空里响起破裂的声音, 因为隔得极近,所以特别清楚而响亮。 雪姬离开后没有源源不断的深层寒意, 被冻凝的天空便快要撑不住了。 数十里外的天空首先出现一道裂口, 无数道剑光从裂口里涌了进来。 开始! 深云霾的声音比平时少了很多轻调, 显得非常认真。 曾举把六十岁给她的纸扇收好, 插回腰间, 自袖子里取出了另一把扇子向着天空扇去。 无数道狂风离地而起, 很快便贴住了洞宁的天空, 如冰上的雪团般向着四面八方而去。 紧接着, 霓仙人及几位仙人都拿出法宝对着天空轰了过去。 法宝的光好瞬间取代目光, 照亮了山崖以及数百里范围内的天空。 生死存亡之际, 仙人们哪里还会藏私? 拿出来的都是自家的保命法宝, 威力非常巨大。 就连董先生也顾不得沈大仙师与顾家兄弟的眼神, 拿出一柄玉尺对着天空智去。 换作平时沈云霾肯定要嘲笑此人一番, 但这时候他的全部心神都在布阵上, 哪里会理会? 机器人发出咯咯的声音, 粗壮的机械臂举至胸口, 然后伸了进去。 机械手指轻轻触着沈云霾的耳朵, 从那个耳钉里取出了一个方形的黑色装置, 深大仙师神情威夷。 核动力炉? 核动力炉早就做好了激发的前期准备, 随着沈云霾的意识控制, 发出汙鸣的声音, 开始发出明亮的光线。 汙鸣声越来越响, 核动力炉的线路越来越亮, 最终从前方喷出了一道光热的洪流, 破烂的机器人双手握着喷枪, 伴着沈云霾的一声鹤, 抱着插进了头顶的地面。 那片牙石里有他早就画好的阵线, 繁复地线条集中的地方便是他的阵眼。 核动力炉喷射出的光热洪流进入阵眼, 顺着那些线阵快速移走, 很快便把奥林匹斯山的山顶点亮。 那些源源不断地掀起层级的光热, 输送到阵法的各个位置, 与那些仙人祭出的法宝相连, 天空顿时变得更加明亮。 洞宁的天空渐渐分解, 越来越多的剑也落下, 太阳系剑阵正在吞噬火星, 那些法宝构成的光毫渐渐连在了一起, 组成了一道数十里方圆的无形屏障, 两边正式相遇, 来自太阳系剑阵的无穷力量, 就像真实的天空一般, 轰轰巨响不断, 奥林匹斯山缓慢下降, 仙人们则承受了更大的重量, 倪仙人这些天在破阵推演里消耗了太多精神, 竟是片刻都没能撑住, 喷出一口鲜血便昏了过去。 不待沈云霾安排备用仙人上前, 只见剑影轻飘, 六十岁便来到了倪仙人原先所在的位置。 一脚踏吸了鲜血引发的火焰, 他没有学过沈云霾的阵法, 但成天剑学得极好, 大概明白应该如何主阵, 而且境界实力, 与法宝阶层都比倪仙人强很多。 看着是他, 沈云霾不再担心, 转而开始命令其余几位仙人与雀娘 对阵法进行微调。 六十岁拿起明皇之喜, 想了想又放了回去, 挥手便把龙尾燕扔向了天空。 九剑法宝在核动力炉源源不断急功的仙气激发下, 绽放出比本身强盛无数倍的光线, 终于撑住了落下的天空。 但太阳系剑阵威力实在太过强大, 谁也不知道仙人们能不能撑得住阵法稳定的那一刻。 两座阵法的相遇带来了无数道如同雷鸣般的爆裂声, 雷鸣里响起曾举的声音, 撑住了! 苏紫叶在鬼影滚滚的翻里大声喊着, 撑住了! 不知何处也响起了相同的声音, 仙人们也纷纷喊了起来, 就像战场上浑身是血, 却死守着防线的同胞, 就像河岸边疲惫至极, 却抓紧千绳的船夫。 不知何时, 喊声停了, 牙间只剩下沉重的喘息声, 但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